總獲到底什麼? 這個國數 發生在民國六十六年 就是你們阿公跟你們阿嬤結婚回那時 那時我就國小三年 就是十歲 我待在那時 一個很站齊的地方叫做港柳 回去內 我的這個 若即日本製造新的 要是期末考外 我們爸爸 都會洗到頤驅 德國富士金國車 載到我們每個月 這位來高雄 那時候塞車差不多要塞40分鐘 在車上我們就很期待 因為要來高雄創立 就是要來大舞台 去看電影 那時候對正常人來說 如果來到家來 要看這個電影是很心中的事情 我記得我媽媽 阿波就跟我們高興辛苦 大家都洗到旁邊說 接下來 還在頭上 第2頂的民心滑入水 整個紅棍摸到民心廢紙粉 這時候坐在車上很期待 來到那個門口 我爸爸總是跟車上三一停 我媽媽就帶我來一個 我一直很期待 但我都一定要來的地方 叫做 看到老闆就說 小朋友 你還看第一名嗎 我就說 是 這時候我媽媽就跟他說 買10塊攝影 這時候就看到老闆 在那面前 打開一本電話撲到 撈到兩張紙 用很快的速度 把這兩張紙 換成一個爪筊 形 用一支鐵湯匙 接下來把攝影 攝影機攪兩角 攪在這個爪筊裡面 就讓我這樣攝影機 我那時候看到 燒酒蕾在我的手裡面 走頭看到我媽媽 看到我爸爸 為了一旁走過來 那時候 我感覺到 這就是愛 這就是你對到 燒酒蕾的愛 燒酒蕾的感情 照顧一段 標示他的票房很好 如果攝影機攝影機 沒有人要看 所以我覺得攝影機 是我的人生中 第一次叫做什麼 KPI的東西 老師 這一段獨白你有滿意嗎 算是有 不錯 不過我現在靠去 改不回來 不要改 不然我們繼續 開始了 我想要這一段 我就會用口氣來繼續講下去 沒問題 因為我們再來要說一個 很高財的臨時 燒酒蕾 哩哩哩哩 只是邱老師 我們記憶當中的小酒蕾這段都看不完 我去看電影不吃過小酒蕾了 對 其實有些是因為衛生的因素 大家對小酒蕾的感覺都是經常都放在 頭粉這樣煙 後身這樣沾 大家就越來越不敢去吃小酒蕾 你現在吃小酒蕾也麻煩 其實小酒蕾麻煩 因為大家都要拿一個角這樣煮 煮完之後還有一個口袋的屁股要沾沾 大家就亂背 那屁股就不好 所以其實後來就發現 因為也有更多的食物來取代小酒蕾 所以小酒蕾的銷路就 喜歡的人就越來越少 像我有一次兩年前 我在某一個科技大學教書 一般一百個人 我問說裡面喜歡吃小酒蕾的舉手只有一個 而且吃過了 對 我一直在 其實我那時候在安慰自己說 其他人都不在認真聽 不在去唱會 其實大家都反而 為什麼吃小酒蕾他們會說 沒衛生 然後就不好吃 其實我覺得要替小酒蕾喊冤 其實小酒蕾如果處理得當 調味得當 之後包裝也好 其實那個東西是很衛生的 通常都是放在那裡 放到不注意到 大家吃了回去 老闆 陷阱 在那裡怪蕾怪蕾 對啦 不過這真的是 這個 共同的回憶 對啊 不過 越來越少 我講到這點 為什麼越來越少 沒有看到 其實是因為 我們其實 小酒蕾他住在哪裡 他住在我們的沿海的泥灘地 所以我們到海灘去 就可以看得到嗎 對 原來應該要在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有講過 台灣的海岸多樣性 北部是 岩礁火山地勤 然後呢 桃園陶竹苗 有一些沥灘 藻礁 沙洲 然後呢 再往南 到了苗 台中高美市地 河口地勤之後 往南 一些 細湖跟泥灘地 原來這些細湖跟泥灘地 慢慢的都被很多地方 都被工業區 對呀 或是被養殖漁蚊占掉 所以很多 這樣原來是 協助壘在住的地方 都完全就 不見了 嗯 然後呢 協助壘的漆地不見 然後呢 他就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長 所以慢慢的可以抓到 協助壘的地方 就越來越這樣 越少 真的是越來越少 好 這是剛剛老師講 他住的地方對不對 對 對 老師那餵 這些完全沒有吃過 甚至沒有看過蕭酒蕾的人 來分析一下 他的外型長什麼樣子 蕭酒蕾齁 差不多的外型 就像你的原子筆的筆蓋這樣 就跟原子筆的筆蓋一樣 大概長度就是4公分一個長塔型 然後呢 殼是灰色或黑色 然後上面有一圈白色的 白色的那個 白色的袋子 繞著螺旋上去 然後 不會太大 那個 尖尖追塔 頭很尖 可是呢 一般我們在 那個 店裡面 或者是在那個小吃店 買到的蕭酒蕾 他們都會把頭剪掉 因為蕭酒蕾的樂趣就是 當你把頭 那個頭有剪掉之後 你在吃他的時候 是要用怎樣 用吸的 那個吸的樂趣 才能夠把 煮蕭酒蕾的時候 那個醬油 辣椒 蒜頭 那個 煮的主工 跟那個 醃製的工夫 把它花灰的淋漓精緻 所以要把那個頭剪掉 剪掉 才能夠空氣對流 才吸得出來 你如果沒有剪掉 空氣沒有辦法對流 你就沒有辦法 順著那個對流的力道 把那個肉從殼裡面 拉出來 真的耶 小時候我就記得 奇怪 那骨頭都吸不起來 我一直覺得 骨頭是一種那種 結合力學 美學 跟那種 人類對那個 食物的一個需求的一個完美的結合 難怪老師到現在還念念不忘 對呀 就想到那個時候 那個 那個手中那杯小酒蕾這樣 OK 老師呢 小酒蕾他算來也沒大吃 沒大吃 那差不多都吃什麼 其實小酒蕾 他常常說這件事情 他是環境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生物 小酒蕾我說他住在泥灘地 泥灘地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很重要 常常說的 濕地 是 尤其是海邊的泥灘地 也泥灘濕地 而且泥灘濕地 脹炒的時候水喝起來 脹炒的時候水拿出來 因為 都在一些 祿福內灣的地方 所以 他現在水喝起來的時候 裡面比較沒有那些 鐵圖的營 所以一些有機質的沈澱下來 然後呢 陽光 然後陽光還照下去 這水裡面有這些河口傳出來 還有營養鹽 那頭上面就生一皮 一丁 補的藻類 還有有機碎 沾在這個頭 那個 底子上面 小酒蕾其實就是 躺在頭裡 塑造這些 有機質 主要的 塑造這些有機質 它主要還有一些 一部分的食物 它會用它的塞 它用它的塞 然後 把環境的水塑進去 塑進去過濾 把環境的水塑進去過濾 所以小酒蕾大部分 是都吸塑膠的底液 一部分 用塞進去過濾 水裡面的藻類 所以他經常說 重要在哪裡 你看 這個水裡面的 沾在頭上有機碎屑 如果沒有這些 我們說是清豆腐 那叫做資源再回收 本來沒有路營 要吃這些 吸塑上去 吸塑上去 變成它的肉 它變成它的體 它的肉 它的能量 還有螃蟹架 螃蟹架 螃蟹架可以吃 其實它是一個私底 裡面 活能量循環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物種 這就想到我爸爸 我小時候 這就要換一個口氣 好再來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現在小時候 我現在不認真 我爸爸在外面跟他說 高小孩子 你看看紅子 一隻手就把我頭上去 然後他就說 小時候就這樣不認真 看上去 後來怎樣 找得很好 一隻手就好 一隻手 然後補一隻 去吃塞 那時候聽到很難 因為 一個清新的老爸 叫我去吃塞 我百思不解 後來長大之後 才發現我爸爸用心良苦 這句話是什麼 他說 如果在環境裡面 沒有這些吃塞的動物 讓這些能量再循環 我們這個地球就不會走 他要叫我吃塞 表示我肚子要做什麼 要做對環境 對社會有健康的說話 你是啊 你這時候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做到 他的期望中吃塞的程度 有 老師已經達到了某個境界 其實沒有吃塞 其實沒有吃塞 他們說很有感情 對啊 你有沒有看我 我跟老師配樂 配到這麼有感情 真的喔 我告一遍來聽聽聽 一定要一定要 好老師 我們說到這個塞子 這時候真的越來越少 但是我們要說到他的繁殖 對 快要慢 快喔 其實塞子的繁殖 對 它繁殖 它的繁殖是怎樣 在那個 泥灘地 它如果環境適合 阿公的廟會回到 阿公會把他的錢吃 送到霧的拿來 霧的 把真的存在之後 金子的 到裡面 軟巢裡面 兩人擺出來 過程中 那裡 去交配 那個塞金 應該說是塞金 是 塞金之後 這霧的稍微 要生這些人出來 很深色 他就把頭底 這些刷 還把它繁殖 繁殖 現在他的腳 會有一個黏液線 再把黏液線 再繁殖 再繁殖 一條長長 真的有一條長長 像樹林 一隻樹林 黑的 釣在他的牆壁 然後生的之後 整條放出來 就像我們回去的樹林 在沙灘上面 一冷一冷一冷 以前不知道的時候 那時候是魚仔放晒 後來 有一個 我們在台湘國家公園 海綿皮路保護器裡面 做調查 我說比較奇怪 這隻樹林 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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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看起來的形狀 又很特別 沒什麼像魚仔那麼軟 摸開還有一些彈性 回到我們學生 拿回到後 我們行為前會看 看到裡面都很軟 所以這就是樹林 他生的軟 他把軟和刷膠削 有什麼好處 你看那兩個是一個很容易的東西 放在泥灘地上面 絕對沾到魚仔 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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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烤酒蕾就可以 讓他在這個泥灘地上面 讓 蛋 這個很脆弱 這個時期 躲過這個火陰的時期 哎呀 聰明喔 對 所以烤酒蕾會充滿智慧 真的耶 沒有跟我們剛才說過書而已 嗯哼 老師 不過他這樣一半可以洗多少 這其實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一串 這應該要認真來玩看看 我們兩串 這其實有一些國外研究數據 我今天沒有準備來 這我的不對 我們有一些 後來如果有書面 我比較寫到 投稿裡面寫出來 當然當然 不過剛才老師 你有說你去台江對不對 對 OK 你在那邊也看到很多的蛇豬蕾嗎 說到那個體驗 我怎麼很想像 我到台灣 常常都在做調查 就發現真的海鯊 大部分的泥灘地都被圍起來 圍起來有時候是 囤著海浦新生地 有時候歐沖變成魚缸 有的呢 從歐做一隻一隻 都刺了 都刺魚 或是刺蝦 其實你讓一些藥 雖然有時候 有時候不夠在刺東西 不過 通常 他們在經營管理的時候 都會在裡面 因為 要放魚的時候 或是要放魚的時候 都會在裡面 很濃濃 所以 一些蕎豬蕾 原來的汽地 不是變成 陸地 不然就變成魚溫 不然就變成魚缸 不然就變成魚缸 都沒有 所以 那時候我和台灣這樣做 在那裡的調查 都說 蕎豬蕎豬蕎這麼多 到最後 就是幾年前 剛才台湘國家公園 唯豬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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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差不多都看過 整個都是生魚溫 所以 那時候 在想說 為什麼這麼多 其實這就跟我們 經常聯絡一個節目 邵廣昭老師說 海洋保護區 的成立是很重要的 這個地方 以前沒有成立保護區 讓那些海面皮路 這隻 蕎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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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燒酒雷也沒有人搖 所以燒酒雷沒有人搖 反而又沒有人搖 朝朝夕當然沒有人會來 所以這個地方因為黑面皮囊都顧著 老到現在 所以當我們做到的時候 才發現說 好在當初真的 台南市政府有自己為作 黑面皮囊保護區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我們現在要看到 這麼大片 整片都燒酒雷的地方 有哪看不到 所以在這個 黑面皮囊保護區裡面 這堆燒酒雷真的是 素量也很多 素量有很多 這是唯一的嗎 唯一的一處嗎 其實有哪有 河口師弟有哪有 也有 不過特別在強調 那個保護區 這個重要性 可是呢 現在我們在一些旅遊景點 還是會看到有的在賣燒酒雷 但是這幾乎都靜靠的對不對 其實讓燒酒雷現在 雖然燒酒雷這三個月 我有時候有認真看 有的 是真的在地很少的地方 你如果出來 流不少 不過那個地方 那種的店 絕對就不是我們 渣燒酒雷看 都看到那間店在那裡賣 我們有時候常常看到 那間店都商品化的東西 有時候那個時候 那個問 那個稍微探討一下 都靜靠的 對啊 有時候你看 燒酒雷很高興 我有時候現在 也還有潛意識 看到燒酒雷 趕快要帶來吃 我還想說 這麼大 不要這樣吃 你看看 其實不是不燒酒雷 不會風雷 風雷不是比較大 對 就是用風雷 不然就不會墜落 我們就說風台雷 不會墜落 正經燒酒雷 有時候電腦 什麼燒酒雷 裡面都沒辦法吃 是燒酒雷 都不是 都不是 所以要怎麼做 真的都沒有燒酒雷 沒有燒酒雷 我就很煩惱 我常常那時候都會吵架 我們高雄人 誰燒酒雷是我們的文化 現在在想說 走開了 因為 所以 漆地沒有燒酒 環境沒有燒酒 這燒酒雷 怎麼 不住在高雄 我們都要靜靠的 來動作我們的文化 這樣其實說不過去 所以其實 我們在說 我在說文化這件事 燒酒雷前很有歷史 再說到另外一段 我們在高雄有一個地方 叫做茶酸 像說在當山口那裡 我們去看的地道 都會跟你說 小溪被種 什麼叫做被種 就是古早人 就是古 那差不多 那群人 馬卡道族的 差不多三八到一千年的時候 年前 住在高雄裡面的古早人 他們住在那裡 靠了一天 山水 叫做龍岩列泉 在那裡 住在山水邊 都在高雄 我們現在在說的 中都 中都失地 或是說古山路 這區 這高雷這裡 這其實有淹堂區 淹堂 古早就是一個泥灘地 所以開始拍淹 叫做淹堂 這裡都是很多有色酒雷的地方 所以 那時候 那時候 在床下的人 都會走去 這個屍地裡面 拿色酒雷 鞋鞋 鞋鞋 拿紅酒 現在拿來回到屍地 那裡 回到山邊 吃吃完之後 這不是一樣的地方 這叫做被種 所以我之前 那裡 我們叫被種 在那裡 就發現 裡面他們吃很多小酒雷 而且以前 我們在吃這個 燒酒海泉 這個鞋鞋 還有那個很大顆 那叫做望遠鏡海泉 望遠鏡 讓他們很大顆 很大顆一顆 很粗 我們就看有肉 很有肉 他們也有吃到 古早的人吃得很好 真的是 讓我們旺產 墨鏡 所以 小酒雷 絕對是我們港都的文化 一定要照顧下來 不過我們港都的文化 老師 你剛才剛才說 雖然都是我們台灣的這個 蝦酒雷 可是好像是東部 或是跟西部 甚至南部 是不一樣的 對 我有時候 在大家所在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去朋友 朋友他們的那個小酒雷 他們說有什麼叫小酒雷 沒有他叫做黑流 瀉瀉瀉 四顆肉 比較低 比較蓬蓬 一顆一顆 這跟北部 北海裡的小酒雷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都是在岩礁區 這種種 朋友和北部這裡 都是火山岩形成的地區 都是吃這種 我們西海岸這邊的 這就是我們在吃這個 叫做燒酒海泉 如果在東部 有時候會從西邊 因為現在交通方便 從西邊這邊送一些 不知道為何會來的 蝦酒雷送那些 有些東西是 像我們西海岸 有些小小的溪流裡面 有一些淡水爐 叫做追權 還是叫做網權 當地的人都會用 淡水爐 我們用蝦酒雷做法 跟蝦酒雷 所以 一個燒酒樓 就像一個食品的名稱 我們叫陽春麵 有的陽春麵 有的陽春麵用細麵 有的粗麵 有的用更粗的 所以油麵不一樣 但是 裡面的東西 其實各地的程度不一樣 哇 所以你看 聽來 老師不然是要吃蝦酒雷 還有適合蝦酒雷的記憶 也對我們蝦酒雷 尤其我們各鄉 這些蝦酒雷的文化 歷史 研究到這麼多透徹 是因為這些問題 一切都是因為好吃 對 OK 所以蝦酒雷這個東西 給我的感覺就是 當一個海岸汽地 這個物種消失了 然後人呢 在利用的時候 沒辦法利用 這個東西就為我們的生活裡面 不適合 其實 這個東西不適合後 文化就消失 以後我們可能就看不到它 所以我現在常常 拿著一個蝦酒雷的時候 就想到民國 六十六年那個夏天 我爸爸帶去高雄的大舞台 我手拿著蝦酒雷 像我一到蝦酒雷的時候 拿著的獎盃一樣 現在回想那一幕 我就跟他說 我們要以蝦酒雷為師 雖然 它是一個很卑微的小東西 不過它在我們的 記憶中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全無聊愛的回憶 所以蝦酒雷 它的功能 在環境裡面 是食塞 不過它食塞 是為了地球的實地 運作更完整 所以 大家 有機會 可以做一個蝦酒雷 有那個食塞的工作 只要有意義 我們總 要把它拉起來做 這也是我們這個節目 在做的目標 謝謝大家